光惠妹在小巨蛋开场 不过去传出歌迷爆发冲突 有一位弄丢门票女粉丝 希望主办单位能够通融她入场 但是她进场之后发现 有另外一位男子坐在她画的座位 两个人当场就吵了起来 而由于主办单位是认票不认人 小法官也强调 这个消费者是要自保的话 一定要出示所谓的原始的购买证明 因此主办单位就不能够阻止入场 目前已经在修法当中 最快五月上路 请不吝点赞订阅